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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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傳來一個震撼式的消息 是呀 因為回到家才是呀 我跟江少做一個捉金交侯 做了一年 奏了他炒友 都炒不到 是兩季的 做了兩季也走不到 兩年都不炒 終於呢 現場陷約去到二六 不知道為什麼忍忍忍忍住 那就是聰明 他上一季完了之後 接著哄到老闆幫他簽 接著一開季 踢了十多 好像也沒有十幾場 九場 九場 然後炒 合約照陪的 陪都二六年 大哥 多胖啊 終於肯炒了 有人說 剛剛那場 球是渡火線 那場球我沒有看的 不過賽果好像是輸 一比二 應該是 有Facebook 那裡有一個球員 單刀過龍門 都可以射中柱 然後說 當然是球球淚死 看黑格 不喜歡球球的 不要緊 因為萬聯是很國際化的 萬聯是上市公司 香港有些證券公司 是開戶送兩股萬聯給你的 所以跟香港人息息相關 加上你本身是球迷 你今天穿什麼球衣 萬聯 你穿萬聯 難怪萬聯真的死定了 看仇家打靶 今天穿得好看 那你好像是穿哪件球衣 那隊是贏還是輸 是輸 大家小心 作為一隊的領隊 就是坦克格 坦克格是萬聯的領隊 廢格上當然是無敵 但萬聯也換過很多領隊 換到坦克格 經常說炒炒炒炒 拿不到聯賽冠軍 又拿不到歐聯冠軍 歐巴你也不行 死吧不如跑去 看仇家都很傳奇 去荷蘭籍 然後去了白禮頓 白禮頓 白禮頓加了好球 好像是 加了好球 然後跳過來 不要了 問足球專家 好像不是 阿積士 阿積士 阿積士直過去 阿積士 他好像是教一些 寨隊 有大幅表現 然後推薦他入萬聯 其實去買 但那時阿積士正在行清份 他把一群年輕人 帶到歐聯四強 這樣就很厲害 變成被萬聯領中了 就叫他教萬聯 當然領 找一群完全不值錢的球員 都打到入四強 我們個個都千萬巨星 如果你帶的話 起碼拿四年歐聯冠軍 這數目當然是這樣 誰不知就出事了 進入萬聯之後 出現一些大公司的情況 例如有行政的混亂 有幕後老闆阻礙教練發揮 干擾培訓 影響球隊表現 連排陣也要出聲 球員操守又有問題 接著又牽涉收購 美國股份 搞到獲捕 原本是有頭髮 交完馬來之後就表高頭 叫我一定也不相信 最後被解僱了 解僱了 其實我們也有啟示 當然由江少說 對於萬聯是否一件好事 請問 一定是好事 現在都須無可須 排第十四位 接近鋼班邊緣 他只有11分 你有沒有組了 36場球 聽了9場說人家鋼班 當然 你跟曼城的23分 差很遠 我跟江少組 竹金交易時 曼聯最低 試過低於韋斯咸 是頭三輪 他連到我跳樓 但他在半季時 上去頭六位 死了 曼聯 聯賽成績真的很不堪 兩年 坦克戴得拖很差 他剛剛一年一個杯子 給你拎著命 撿了兩個杯 一個就是聯賽杯 去年就撿了一個逐種杯 但也彌補不了 熊摩 那些失望 那些蝦餃和燒馬 都不是主菜 人家那些 用幾千億收購 你的球隊 打算拿歐聯冠軍 最主要用很多錢 花了六億 去建立一隊球 到現在第三季 他還在說 如何重建球隊 大家都說 給點時間 那我想問 禮物寶今年也換了領隊 挺好的 排第幾 第二 人換領隊 你換領隊 我們那隊領隊 到第三季 還在說 現在我們還在重建 聯合球隊 沒有換球員 對 萬一換了那隊 那隊 已經被他們換了 那一格 有自己那一套 他上任之後 就是要走自己的風格 但中間又牽涉到 上面那些高層 那幫金主 動手 不知干擾 今天一定要出誰 不是馬上排陣 要不要問過你 老闆 然後出現這種情況 凡是那些 不拉架 但出錢的人 是要干涉一些專業的表現 那就兩頭不到我 球員之間 又不聽勢 球員為何不聽勢 其實之前江少分析了 如果球員覺得 成對球最大的是教練 那當然是害怕 但教練居然是被金主影響 只要我去找金主 損一下他的重要部位 舔一下他的腳 那我不用怕你教練 教練就管不了球員 那隊球就出事了 他最大的策略是 錯了 就不應該請施多達到回來 對 失去平衡 但不是塔克決定 這個不是決定 是蘭力克的時候 已經回來了 金主決定 他是由坦克格親自送施朗走 不過他送的那一刻 是送得很不堪的 其實他也是處理 話畢竟是一個傳奇球員 你說等於你處理 現在鬧德爾控控輝格遜的問題 他80歲了 他每年拿你200萬 比你安東尼床 都收你不止 英鎊 你這樣炒了 輝格遜的形象大使 這個位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輝格遜的傳奇 不單止是曼聯的 是整個英格蘭 近乎如果費格遜真的去過口 我想教英格蘭國家 近乎要給他 你去到80歲的時候 你說我要炒了他 我因為要吸不值 省了每年200萬 而炒了費格遜 這個是絕對不適當 第一個出來炒 那個已經是簡東蘭 一定不是 但會不會管理層覺得曼聯 總是有一隻靈魂在 原本好地地 費格遜當時 很厲害 又進入歐聯決賽 過了一段時間 發現費格遜很威力 好像不見了 由他退下來之後 一直曼聯也好 但回看紀錄 費格遜領隊的勝負和 都是差不多 他不是贏了九成 跟泰克格差不多 我現在找到張濤 想他是不願的 是真的 他應該贏的時候 贏了 他某些重要的場次 他能夠贏 其實整隊球 都是勝負 他不是好像萬成 連續幾十場不敗 那他輸球的情況 也比較少 例如說 最大的輸的機會率 一定不是聯賽 否則他也不會拿到 13個聯賽冠軍 我想他輸了 歐聯那些 他拿不到 唯一一個挑剔費格上的地方 他在位26年 只能夠拿到兩個歐聯冠軍 這個是較為不堪一點 有二十多屆 又輸了歐聯 輸了很多 輸了歐洲賽 輸近乎不理想 大歐洲賽 在本地的賽事來說 他是OK的 你看回 你真的炒了 其實我又覺得 沒什麼特別開心 我昨天也跟菲利普雷做Live 做到一點 大家都可以覺得 又不會很開心 又不會有什麼期望 因為現在萬聯對我來說 只是一件 在馬會頭注的 其中一個項目 是嗎 連頭注都沒有頭注 要付錢 但是有新希望 他炒了費格信 說節省了二百萬英鎊 先炒了快晨煮牌 然後順手搞定 坦克格 一次過 好像政府切辣 給人有一個期望 原本你們在這裏 都是十多位 又不會拿到冠軍 股價沒什麼刺激 一次過切換CEO 一次過切換管理層 可能對於 他的潛在股價很厲害 他的球員那麼厲害 如果突然間 有新氣象衝上 股價有期望 當然會上升 還不及低級流 以德哥的經驗 跌到那麼慘 突然間切換管理層 當然要買 當然要買 這麼緊記 原來賣到萬聯 萬聯國際化 當然買個希望 如果他一直都一成不變 你也沒有新刺激 你也沒有新項目 又沒有買新球員 又沒有新表現 又不是連續贏球 又不換教練 又不換高級顧問 怎麼買你 這次應該升 最少都升10% 我心想 不要說我 我沒有給大家提示 謝謝大家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